首都满家乐一家酒吧 昨天深夜发生砍人命案 造成二死一伤 警方查阅酒吧的闭路电视 画面后发现 一班凶徒持刀闯进店里 狂砍三名店员 导致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伤重不治 另外一人受重伤送院抢救 由于凶徒看来目标明确 因此初步判断案件和寻仇有关 事故发生后 警方已经火速逮捕了六名嫌犯归案 之后更在附近大使路清真寺的草丛旁 寻火多个干难凶器 基隆坡满家乐附近 一家综合商业中心的酒吧 昨天深夜发生砍人命案 警方查阅闭路电视画面后发现 有六名手持八冷刀的凶徒 在深夜十一点左右 分别乘坐两辆轿车抵达酒吧后 闯入店里追砍三名员工 造成两人死亡 一人重伤 死者是一名21岁的印尼男子摩干 和21岁的印尼女子米杜拉伊 他们都试送院后不治 还有一名名叫Allen的男子 伤势严重 已经送到吉隆坡医院抢救 由于凶途目标明确 警方于是朝寻仇的方向展开调查 发现该酒吧不久前 曾有两批人发生争斗和争执 之后酒吧也接过恐吓电话 案发三小时后 警方火速逮捕六名嫌犯 并从今天起 严扣他们七天 嫌犯的年龄 介于21到27岁 我们相信有两批人发生争斗和争执 六名嫌犯被捕后 警方根据他们的口供到案发现场的大使路清真寺 附近搜查 结果在清真寺路旁的草丛里 寻获多把扒冷刀和一些面罩 相信是凶徒在砍人后逃跑时 随手丢弃在路旁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302条文 谋杀罪调查此案 NTV7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